这期继续分享《小神医》第35篇 如此巨大的秘密 江安本以为陈二狗肯定会听得大为震惊 要不是陈二狗脸上真的完全毫无波澜 江安肯定会以为他是在故作镇定 除了一个神字以外 江安已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形容眼前这个小青年 此刻他才意识到 论智商和心细程度还是战斗力 自己和陈二狗都完全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这应该也是上官家一直自以为是 却屡战屡败的缘故 黎江集团愿以先生马首示瞻 还请先生不计前嫌接纳 这也更坚定了江安内心的决定 顿时双手一抱歉 恭恭敬敬弯腰而下 语气坚定诚恳道 我怎么知道 这是不是你和上官堂阴谋中一部分 说实话 除了让你们三大集团彻底消失破产之外 我想不出任何值得信任你们的理由 还是说 江总也向两头下注 虽然他态度肯治 而且陈二狗一向相信自己判断 但江安可不是一般普通人 当然不能不防 所以故意质疑道 先生若是不信和准许的话 黎江集团立刻便可以发表声明 彻底断绝和上官家以及圣洁和苏氏两大集团的一切合作 江安对陈二狗佩服的五体投地 不假思索的斩钉截铁道 那就这么办吧 对了 我打算近期将业务范围扩展到汉东范围 你也知道 火锅店和农产品直销店是我的根基 而且我对汉东也不熟 那就由你来安排吧 动用你们黎江集团能动用的一切能量 200家店铺选址 三天之内江总应该不为难吧 本来江安还想说些什么 因为他心中担心陈二狗以为自己 要定他不会让自己这么做 所以才这么说 毕竟在江安看来 虽然自己是诚心与陈二狗合作 但显然暂时不要公开 继续折服在上官家和两大集团身边探取情报 才是最为有利的 先生放心 江某这就去办 但江安着实没想到 陈二狗直接干脆便同意了下来 虽然他并不觉得这是明智之举 但既然已经诚心归顺 所以江安也没有多想便答应了下来 不着急 先吃了饭再说 江总放心 我陈二狗不是什么喜欢吃毒食的人 所以你也不要有任何压力 这不是什么你想的归顺 而是单纯的商业合作 安排店铺的一切经济支出 全由我一人承担 往后我肯定没有大量精力去管理这么多店铺 安全和人员配置等各方面 还需仰仗黎江集团 所以我给江先生20%的股份 还希望您不要嫌弃 倒不是没考虑过江安的想法 而是他觉得已然没有这个必要 毕竟这么做对黎江集团来说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陈二狗可不敢将上官家的人都当成傻子 与其如此 还不如借助黎江集团的汉东的力量 炫猛发展自己实力才是硬道理 因为已经是合作伙伴 所以陈二狗对江安的态度也已经变得完全和善客气起来 同时也多方位地考虑到了他的利益 毕竟想要马儿跑 就必须得给马儿吃草 多谢先生 服务员 上菜 20%股份虽然听上去不多 但对陈二狗早就有过全面调查的江安却非常清楚 他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家店铺生意都是极为火爆 产品更是让他这种一直紧衣玉食的大佬都流连忘返 这其中将产生的利润 只怕并不会输于整个黎江集团 没想到陈二狗竟然如此大度和为伙伴着想 江安对他更是打心眼里的敬重 相比有周八皮之称的上官家 这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所以江安自然更愿意死心塌地和陈二狗合作 要知道和上官家合作 黎江集团所得利益 每次都基本只是皮毛而已 更何况还要处处受制和委屈求全 就各方面合作细节二人越发相谈甚欢 晚宴直到深夜才结束 第二天一早 黎江集团果然高调宣布与陈二狗展开全面合作 不惜高额赔偿 单方面断绝和上官家以及苏氏 圣洁两大集团全部合作项目 这个重磅消息瞬间震动了整个汉东商业圈 得知消息的苏氏 圣洁两大集团高层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 上官堂更是气得大发雷霆 紧急召见了两大集团负责人 是要让黎江集团为愚蠢的决定付出惨痛代价 整个上午江安办公室的电话就没有歇停过 整个汉东几乎大半的企业都打来了质问和取消合作的电话 均被他给强势地对了回去 和陈二狗的合作 黎江集团看上去损失惨重 但只有江安知道黎江集团实则是赚得盆满钵满 在各种解约噩耗传来的同时 因为陈二狗的关系 楚州顾白阳三家 中原朱氏集团和汉阳正章两家 全都向黎江集团发来了合作诚意 这其中哪一家不比这些小企业强千百倍 纵视圣洁 苏氏两大集团 谈宗和实力也未必能相提并论 同样 在上官家对黎江集团 发起商业封锁的同时 陈二狗也联合三省势力 对上官家和苏氏 圣洁两大集团旗下企业 发起了围追堵截 一场前所未有的无形较量 很快便笼罩在了楚南五省之中 上官堂做梦也没想到 陈二狗竟然会为了一个小小黎江集团 不惜损伤自身利益 发动如此大的商战硬杠上官家 这无疑是楚南五省 有史以来电话手机最为忙碌的一天 短短半天时间不到 受此影响 上官家旗下多家上市公司 市值蒸发数百亿 作为焦点目标之一 圣洁和苏氏两大集团 无疑是损失最大的 当然 陈二狗这边也损失不少 只不过相比上官家 就显得少了许多 毕竟在排除武力较量外 三省龙头联合施压 就连上官家也得忌惮至少八分 还不等上官堂想出对策 上官家的斥责电话 便已经铺天盖地 向他汹涌扑来 迫于各种压力 他不得不身心狼狈地赶回上官家领罚 就连他身边的三位长老 也深受其累 这场较量对楚南五省而言 损失无疑是空前绝后的 双方也只能说是旗鼓相当 和两败俱伤 谁又能相信 在这背后波动风云的 竟然是一个才二十来岁的小青年 姑爷 刚接到消息 上官堂已经狼狈而逃 此时无疑正是对苏氏和圣洁两大集团 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期 只要您发话 在下现在就带领秦家子弟 首当其冲 秦兰满脸兴奋地向陈二狗提议道 此时秦兰才注意到 陈二狗面色极为凝重 根本没有半点兴奋之色 所以赶紧闭上嘴 将剩下要说的话全部憋了回去 不过 此时秦兰心中对陈二狗的敬佩 却是比滔滔江水还要泛滥 心中更是暗赶 家族之前向秦兰满和陈二狗示好的决定 绝对是最为明智聪明的 这位姑爷前途无可限量 先别急 现在还远不到时候 先让他们再多思考一会 说不定就像黎江集团一样 主动上门来求合作了呢 姑爷说的是 那在下就不打扰了 您有事叫我 见陈二狗有心事 所以秦兰赶紧回复一声 便退了出去 虽然这场较量 看上去自己一方损失较小 但陈二狗也真正看到了 上官家骇人的实力 纵使三省龙头联合施压 也很难对他们产生致命性的打击 而且 即便黎江集团弃案投名 但汉东绝大部分势力 都还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上官家这边 这时候 对圣洁和苏氏两大集团动手 即便有必胜把握 损失却肯定要远超自己预计 一个上官躺走了 还有下一个上官什么会来 只要上官家这些坚定的拥护势力还在 就还不算最佳出手机会 这便是陈二狗依旧打算步步为营 暂时放弃发动正面武力对抗的原因 在稍稍整理思绪后 陈二狗立刻给江安去了个电话 让他尽快将那些拥护上官家的 中型势力信息整理出来 这些势力均先后以解约为由 向黎江集团施压 所以没有谁比江安更适合这个差事 随后又将方之林调来汉东 将联合黎江集团在汉东开店的任务 全都交给了他 在经历楚州各大店铺筹备建设之后 他的实力有目共睹 又有了丰富经验 所以陈二狗对他格外放心 大约三小时后 陈二狗独自驱车出现在了汉水市南郊 随着车辆继续缓慢前行 一排排上百栋统一风格的独门独院三层 大别墅接连映入眼帘 汉水市与汉滨市仅仅一江之隔 按照江安提供的信息 这里所有大中小型势力和企业都和上官家有关 拨网离 江集团的第一通节约电话 就是从汉水市有名的百年世家南郭家打出去的 从房地产 医药 教育到畜牧 养殖 南郭家均有涉及 关键是海航行军办理的有声有色 是整个汉水市商界 公认的领头羊 而陈二狗眼前所见到的这些别墅 无疑不是南郭家产业 光洞洞别墅外占的笔直的保安 加起来就不下两百人 其实力之强 可见非同反响 因为是郊区 所以停车极其方便 陈二狗随便找个位置 将车停下 随后就跟普通路人一般 沿着别墅外公路 快速向前走去 虽然陈二狗 目光始终没有往别墅方向看一眼 但在土地感应的帮助下 上百栋别墅内的一切 皆被掌控得一清二楚 而且此时 陈二狗还惊奇地发现 随着突破 致原英镜 土地感应的范围 和窥探时间 也跟着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已然从以前 只可窥探三天内的情景 已然提升到了四天之久 大约五分钟后 本来正常前行的陈二狗 却忽然面色大变 同时也顿停下了脚步 同时陈二狗的脑海中 也忽然想起了 汉滨市上百孩童失踪的 离奇怪异事件 而就在这南宫家的多栋别墅内 陈二狗很快便发现了上百名 被数十名壮汉 看守得死死的孩童 如果仅仅是巧合 这也未免太巧了点 但奇怪的是 除了失去自由外 陈二狗并未看到任何他们 被虐待的情景 甚至从他们嬉笑打闹中 连半点惊慌和惶恐都没有 完全就像是生活在快乐的游乐场一般 除了独门独院外 别墅外面还有一面高达三米左右的 带电网高墙 陈二狗带着满心疑惑 快速来到大门口 随后力所扯下了贴在保安室外墙上的一张大红布 也许是因为已经很久没被人接下 风吹日晒的缘故 红布此时已经有些微微泛白 但上面的文字却依旧清晰可见 特别是重金求医的四字标题非常显眼 也许是因为红色冲洗的缘故才选择红布 虽说华夏能人辈出 名医无数 但要知道的是 南宫家本身就是汉东省有名的医药市家 在众多产业中也是以医疗为重 所以仅凭这一点 这张悬赏便已经不是一般人接得起的 混蛋 你要干什么 找死是吧 已经记不清这张悬赏有多久没被人接下过了 终于见到有人为此而来 门口的四名保安均是一阵心中大喜 不过 在看清晨二狗年纪和样貌之后 四人的面色瞬间便降到了冰点 其中一人更是掏出电棍 怒气冲冲地朝他怒吼而来 毕竟医术在常人看来 那是一个需要长期经验和学识积累的过程 而且 在大家固有的思维里 年纪越大的医生 便医术越是高明 您好 我是来个南宫夫人治病的 非常理解 他们的夸张反应 自己也更没有必要 和几个保安过不去 所以陈二狗立刻含笑有礼道 哪来的野狼中 赶紧给我滚 赶来南宫家找眉头 小心老子 对你不客气 一把夺过陈二狗手中的赏布 保安满是不屑地白了他一眼 随手便将电棍指向了他眉宇之间 怒骂道 虽然身穿保安制服 但陈二狗一眼就看得出 这可不是大家平时到处可见的普通保安 而是实打实的舞蹈高手 说白了 就是南宫家的打手而已 知道什么是基本的礼貌吗 我讨厌任何人用任何东西这么指着我 所以我劝你还是赶紧拿开的比较好 否则你肯定会后悔终身 虽然陈二狗不想和他计较 但也着实看不惯他这张仗是欺人的嘴脸 所以面色顿时稍稍阴沉了几分道 呵呵 老子最喜欢的就是干别人不喜欢的事 小子 你他妈够有种 那你倒是别避避 让老子后悔瞧瞧啊 群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居然还有人敢在上官家门口撒野 奎撞的保镖 瞬间都被陈二狗给气笑了 在向同伴们一招手的同时 还不忘趾高气扬地 在他眼前挥舞着电棍 以示挑衅道 小兄弟赶紧走吧 我们夫人的病都已经几十年了 明医来过无数 有办法的一个都没有 说实话 就凭你这年纪 就算你敢接 我们南宫家也不敢给你治啊 一名比较心善的中年男子 赶紧好言对臣 二狗劝道 南宫夫人的病情有多棘手 只要是对南宫家 稍稍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 毕竟整个汉东上百年来 一直流传着汉东名医出南宫的说法 在对黎江集团的制裁之中 南宫家首当其冲 若是能让南宫家反水 汉东的其他重小型势力必定动摇 也正是因为从江安口中 得知南宫夫人重疾在身 南宫穷又最为重视他这位夫人 所以陈二狗才 在众多上官家的支持者中 挑中南宫家 别人无能可不代表我无能 既然敢接下这悬赏 我就自然有救人的本事 陈二狗斩钉截铁道 混蛋 你他妈在骂谁呢 老子先让你知道自己有多无能再说 南宫家可是整个汉东 最为有名的医药世家 为了救治夫人 南宫家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不管陈二狗是否真有这个意思 但在南宫家的人听来 这话无一极其刺耳 简直就是将南宫家最为得意的医术 点得体无完肤 本就脾气最为暴躁的那名癸壮男子 立刻便是一阵怒火直冲脑门 在他看来 陈二狗这完全就是蹬鼻子上脸 羞辱人都羞辱到南宫家门脸上来了 所以一声勃然大怒地咆哮之后 男子立刻便不由分说地举起手中垫棍 带着圣人的滋滋电流声 当头便往陈二狗头顶砸了下去 就在另外三名保安心中大惊 以为陈二狗要头破血流的时候 大家预想之中的惨叫声瞬间 也跟着如期而临 不过 等他们心中大害回过神来时 眼前看到的却是飞射而出的同伴 就在惨叫声歇停的那一刻 一声巨大的落地众响 也在他们身后响了起来 三人瞬间面色大变 赶紧下意识地掏出腰间垫棍 此时才更为惊恐地发现 明明之前就站在他们前面的陈二狗 此时却已然没了身影 这些徒劳无用的反抗 就别做了 一万个你们都不是我对手 我是来救人的 不是来杀人的 在我心情还没有完全糟透之前 赶紧去禀报 记住 让男公穷亲自出来迎接 我没心情在这浪费时间 所以 你们最多只有十分钟时间 就在三人面上惶恐万壮的时候 陈二狗的冷冽的声音 却从保安室内传了出来 在大家寻声望去时 这才惊讶地发现 此时的陈二狗 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 躺在了保安室内的沙发上 而且还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 正怡然自得地玩着手机 此时 三人这才明白 自己这是碰到高手了 哪里还敢有半点瞧不起陈二狗 其中一人赶紧掏出手机 便向上风禀明了一切 瞟了一眼惊慌失措的三人 陈二狗并没有再为难他们 这也是完全看在之前还有一名保安好心相劝的面子上 就在保安挂断电话的不到一分钟后 一阵整齐急促的脚步声迅速从这边传来 不仅如此 高墙之上也是人影传动 全程仅仅一分钟左右时间 保安室便已经被上百人围了个水泄不通 不过陈二狗却仿佛什么都没看到一般 依旧自顾自地玩着自己手机 因为他心中非常清楚 真正的主人翁此时还在往这边赶来的路上 这些人现在根本不会对自己动手 当然 最为关键的是 自己根本不惧这点小喽啰 虽然这次孤身而来 陈二狗并没有十足地把握 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男公家 但至少 自己若是想要走 男公家还真没人拦得住 之所以有这份自信 是因为陈二狗早已通过土地感应 对男公家的战利情况了如指掌 而并非盲目自信 很快 一名青年男子带着数十名武道高手 风风火火而来 在向保安了解清楚全部情况后 目光立刻便挪动到了陈二狗身上 不过 他的脸上 却非但没有半点震怒或者兴奋 而是写满了质疑和惊讶 在他一到来的时候 陈二狗立刻便用余光瞟了一眼青年 来人看上去差不多和自己同龄 身材也差不多 五官不算精致 但也端正 一身简单休闲装 基本属于那种丢在人群 没人会多看两眼的外貌类型 您好 我是南宫怀 父亲不在家 不能亲自出门迎接 实在抱歉 带着一脸的怀疑 走到保安室门口 南宫怀语气非常客气道 出身医药士家的南宫怀 从小便耳濡目染 懂事后 更是除了基本的上学外 其余时间都沉浸在医学海洋之中 再加上极高的天赋 即便是纵观整个汉东医学界 南宫怀也是赫赫有名 即便不说数一数二 但位列前五肯定完全没有问题 纵使如此 南宫怀对自己母亲的病情 还是一筹莫展 所以他实在难以相信 眼前这个差不多 跟自己同龄的小青年 能有什么办法 若不是知道陈二狗有一定本事 又抱着一线希望 和天生脾气性格好 南宫怀肯定连看 都懒得看一眼陈二狗 也难怪几名保安会和他发生冲突 没事 等我治好令堂的病后 我相信令尊会非常乐意出来与我一见 既然南宫少主愿意一见 就说明对我还是抱有一线希望 既然如此 那就别在这浪费彼此时间 反省带路 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相互的 见他温文尔雅 又知书达理 陈二狗赶紧一跃而起 面带招牌式的和善微笑 语气也非常客气道 抱歉 在下现在还不能带您去给母亲治病 不瞒先生 这些年蒙各方抬爱 无数名医从各地赶来替母亲治病 南宫家一直铭记在心 也非常感恩大家对南宫家的厚爱 但各种治疗手段和药物使用过杂 还是无可避免地导致母亲病情持续加重 所以南宫家只能被迫立下规矩 必须对每次前来帮忙的贵客加以考核 证明医术确实非凡之后 才能替母亲治病 这也是无奈之举 还请先生见谅 若是介意的话 南宫家愿意承担先生来往一切消费用度 并奉上众筹感谢先生厚爱 他是怎么知道父亲在家的 南宫怀心中顿时按下一惊 但他也并没有特别在意 只当陈二狗是瞎懵的 在提及母亲病情后 南宫怀难掩心中悲痛 神色瞬间黯淡了许多 但依旧还是有理有结的道 他的话在情在理 而且又理代有家 除非现在转身就走 否则便无半点拒绝理由 没事 可以理解 要怎么考核 南宫少主尽管出题 反正对我而言 这个环节完全就是形同虚设 所以 陈二狗根本无需纠结 立刻便一脸无所谓的一笑而过道 其实陈二狗本来并不想加上这最后一句 只不过 自己这次前来 就是抱着全方位碾压南宫家 让他们彻底心服口服的决心而来 所以稍稍高调一点 效果反而更好 正如陈二狗所料 自己的话一出 果然立刻便引起了南宫家上下一片不满 毕竟这可是医药世家 多少有点对南宫家不敬的意思 就连一向脾气温和的南宫怀 此时也忍不住紧皱了一下眉头 多谢先生理解 南宫家的考核非常简单 我们会安排一位病人 由先生诊断 您可以借助南宫家内一切医疗设备 只要您能在十分钟内 诊断出病人身上最为严重的疾病 那便视为通过 南宫怀快速解释道 没问题 那就请尽快开始吧 陈二狗十分爽快地淡然一笑道 朝陈二狗微微一点头后 南宫怀迅速在一名手下耳边 轻声嘀咕了几句 男子随后赶紧答应一声 快速往旁边一栋别墅快跑而去 不知天高地厚 十分钟确诊几个小病不难 但要确诊出病人身上最严重的疾病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拍个片都不止这点时间 就等着看这小子被打脸吧 有什么好等的 一点期待感都没有再说了 他现在不就在被打脸吗 连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 还敢冒充什么神医 来南宫家谈医术 搬门弄斧 在男子快速离去的那一刻 周边也立刻响起了一阵 毫不掩饰的嘲讽声 不过 陈二狗却根本懒得去在乎 他们的指指点点 没什么比事实打脸来得更实在 见他自己都不在乎 南宫怀也并没有去阻止 大家对他的奚落和嘲讽 因为不仅是周围众人 南宫怀心中也对陈二狗 充满质疑和不满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才将本来的半个钟 故意改成了十分钟 一来有更为严格考核 陈二狗的意思 也有借机羞辱他一番 好一抱他对南宫家 清代之仇的用意 很快 刚刚离去不久的男子 便推着一辆轮椅走了过来 轮椅上坐着的 是一名年约七十左右老者 两鬓斑白 枯瘦如柴 双瞳更是淡然无光地 一直盯着地面 完全就跟一个睁着眼睛的植物人 没什么区别 这位是我们南宫家的一位长辈 已经瘫痪多年 先生若是需要什么器械辅助的话 在下随时可以带您去 看了一眼老者 南宫怀简单介绍道 不用 计时开始吧 缓步行至老者前方蹲下身 陈二狗一边开始把脉 一边随口对南宫怀道 微微一点头 南宫怀顺手便从口袋掏出手机开始计时 而陈二狗也很快开始检查 老者口鼻而眼 面色也随着变得越发凝重了起来 其实先生也不必这么介怀 这么短的时间 确实有些为难人 纵观整个华夏医学界 能做到这点的也寥寥无几 所以这并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 见陈二狗忽然目光阴沉地走向自己 南宫怀平淡一笑道 与此同时 南宫怀也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机时间 此时距离陈二狗开始诊断 还不足三分钟 虽然嘴上说着客套话 但南宫怀心中 却是忍不住地想要发笑 其实他心中非常清楚 说寥寥无几是客气的 别说是华夏 就是整个世界 再厉害的名医 也不可能在十分钟内 将一个病人的病情 全部查得一清二楚 哈哈 这么快就放弃认怂了呀 刚才不是还牛逼哄哄地 说什么形同虚设吗 这家伙绝对是我们南宫家 设立考核以来 最渺设的那个 哈哈 脸疼不疼啊 来我们南宫家谈医术 自取其辱 你该得的 和南宫怀一样 在场所有人都以为陈二狗已经放弃 嘲讽西洛生 立刻便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而来 中毒 而且是常年累月的慢性中毒 陈二狗根本就懒得搭理他们 面色稍稍一沉道 查不出来 也用不着随便瞎蒙 来遭人耻笑吧 陈二狗的结论 让南宫怀感觉到了深深的羞辱 难道在他眼里 南宫家这医药世家的名头是骗来的 会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 先生高超的医术 我们南宫已经领教 请回吧 南宫怀实在忍不住冷声讥笑到 我的结论不会有错 而且给这位老先生下毒的 就是你们南宫家 陈二狗及其笃定道 南宫家行一百年 救人无数 是可忍孰不可忍 你不要血口喷人 否则可休怪我对你无礼了 没想到自己对他客客气气 这家伙竟然反咬一口 还敢玷污南宫家医德和声明 南宫怀忍无可忍 面色顿时变得极为难看起来 怒声斥则道 与此同时 南宫家众人 立刻同仇敌愕地 纷纷往陈二狗逼近了几步 并纷纷沉着脸 做好了随时动手的准备 你还别不承认 就你们南宫家这点医术 致致小疾小病还够用 但要碰到这位老先生 这种要命的重疾 还真只会帮到忙 简单来说 老先生身上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什么病 而是重伤 由内力浑厚的高手重疮所致 其实这位老先生所受内伤 还没完全到达致命的地步 即使用对方法治疗 更不会沦为植物人 只不过 你们南宫家采用的 却是药育治疗法 而且用的还是含性偏重的药材 虽然这对治疗内伤有一定作用 但你们忽略了老先生经脉多处断裂的细节 导致长期含气入体 完全可以是同慢性中毒 面对南宫怀的逐客令 陈二狗却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而是快速有条不紊地解释道 在得出结论之后 陈二狗第一时间想要的就是养老爷子 也就是养与飞的爷爷 眼前这位老者的情况 几乎和他完全无异 而且就连中掌和内脏受损的位置都差不多 这便可以初步断定为同一人所为 只不过眼前这位老者的实力绝对远在养老爷子之上 所以才会在重伤之后 即便又经历了男公家的错误治疗方法 也还是保住了一条命 由此陈二狗可以推断 眼前这名老者在重伤之前 实力绝对已经达到天阶水准 这让他不由地对那位重伤他们的高手 又提起了浓厚兴趣 此时的养老爷子还在桃园村养伤未醒 眼前这老者现在情况比养老爷子还严重 想要探知真相 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所以陈二狗也只得暂时将此事放在一边 先生果然高人 请受在下一拜 还请先生原谅在下的无礼和莽撞 虽然和男公家内力重伤的答案不符 但显然陈二狗的答案更为准确 男公怀对陈二狗更是佩服的五体投递 心中有愧幼秀的他 同时也看到了母亲被治愈的曙光 赶紧恭恭敬敬地跪了下去 由衷地充满歉意道 请先生原谅 连少主都已经心服口服 其他人自然不可能再有异议 赶紧纷纷跪了下去 其声道不过就是考核通过而已 男公少爷用不着这么夸张 我现在应该有资格给令堂看病了吧 陈二狗随手扶起男公怀 含笑道 当然 先生请 对了 敢问先生 在下这位长辈是否还有救 见陈二狗不计前嫌 还愿意替自己母亲治病 男公怀顿时心中大喜 赶紧恭恭敬敬地 一边伸手请他进入别墅 一边笑脸向寻道 办法是有 不过 想要见笑 至少也得半年以上 一会我会开张方子 你们继续用药育的方法治疗就行 多谢先生 在男公怀的带领下 陈二狗很快便在别墅二楼 一间上百平方的大卧室内 见到了男公夫人 虽然男公夫人常年卧床不行 但收拾得却非常干净 而且脸上还化着淡妆 看上去就像是一位睡着的贵妇人 可见男公家对她的照顾 极其精细和尽心 从懂事起 母亲就经常握病在床 只不过那时还有好的时候 即便病发 也还能勉强照顾自己 后来 在我五岁的时候 母亲就彻底病倒在了床上 很快连话都说不了 再到彻底 连眼睛都睁不开 只用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为了治好母亲 我从小变苦研医术 只希望有一天 能查出母亲得的是什么病 找到治疗方法 只不过 在下太过无用 不好意思 让先生见笑了 先生请 望着病床上的母亲 男公怀一个大男人 也忍不住潸然泪下 在意识到失态之后 赶紧擦干眼泪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 虽然每次见到母亲 就会心痛 无人知识 也会泪流满面 但平时 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 男公怀始终都保持着克制 只不过陈二狗 再次给他带来了希望 这才忍不住的油感发 不管男公家 其他人怎么样 但至少陈二狗 对男公怀 还是很有好感的 所以才在认真聆听 轻轻拍了拍他肩膀 以表达安慰后 这才开始替男公夫人把脉 瞬间 男公怀和跟进卧室的几名 核心高层人员 都屏住了呼吸 所有目光 也全都聚焦在了陈二狗身上 就怕弄出半点异响 影响他的诊断 男公少爷放心 你母亲的病 我不仅能治 而且还能打包票 大约半小时后 陈二狗面带轻松微笑起身 胸有成竹地对男公怀道 虽然面上风轻云淡 但陈二狗自己心中最为清楚 男公夫人的病情 相对门口见到的那位老者 更复杂得多 之所以这么说 当然是为了接下来更好地提出自己条件 好 好 太好了 还请先生妙手回春 男公家并有厚礼奉赏 对男公怀来说 这无疑是他有生之年听到的最好消息 顿时激动地双手颤抖到无处安放 眉开眼笑道 一旁的几名男公家高层 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纷纷笑逐颜开 对男公怀表达了祝贺 同时也对陈二狗表达了感激 我这人对钱没有太大兴趣 所以男公家的一亿赏金 也并非我所求陈二狗平淡一笑道 没关系 先生想要什么尽管题 只要是男公家能拿出来的 在下一定绝不吝啬 只要能就自己母亲的命 男公怀根本就不在乎付出多少代价 所以完全不假思索便迫不及待到 我想要的 男公少爷恐怕做不了主 所以还是请令尊出来谈几句比较好 好 好 在下这就去请父亲 赶紧兴高采烈地答应一声 男公怀把腿就激动地快速冲出了卧室 一旁的男公家高层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大家都在暗自猜夺 陈二狗到底想要什么 一个必须由家主出面 才能做主的要求 可想而知 必定极其重大 陈先生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请恕罪 不到半分钟时间 一阵大笑声便急剧穿透力地从一楼传了上来 而此时的男公穷还在楼梯之间 显然男公穷并非是请出来的 而是自己终于愿意出来见人了 很快 一名中年男子便踏着龙行虎步走进了卧室 男子看上去年约五十左右 西装革履 满头蜡发油光发亮 虽然个头不足一米七 但身材却是极其壮硕 即便是身着西装 也难以掩饰胸前硬邦邦的雄壮肌肉 跟随男子而来的 还有一名销瘦老者 大约七十左右的年纪 满头白发驮着背 看似枯瘦 但炯炯有神的双瞳 却无时无刻不再透着灵力金光 一看便知道 肯定是个高手 父亲 您认识这位先生 南宫怀有些惊讶地 对中年男子道 华儿啊 别总是眷恋在那些医书里 南宫家还需要你来继承 也是时候管管家族事务了 你口中的这位先生 可是名镇处南无省的陈二狗陈先生 就连上官家都要忌惮几分的能人 我又怎能不认识呢 抬头看了一眼陈二狗 南宫穷深叹一口气道 顷刻之间 南宫怀和南宫家那几名高层人员 无不是满脸惊骇地向陈二狗投去了震惊的目光 他们虽然都对陈二狗有所耳闻 但当他真正站在眼前的时候 却着实让人难以接受和震惊 谁又能想到 将上官家捧得连连败退的风云人物 居然会是如此年轻的模样 除了震惊以外 南宫家众人心中多少还有些后怕 现在陈二狗可已经是楚南无省公认的第一高手 要不是他没有杀意 南宫怀也接待得还算不错的话 真要按照那保安的玩法惹怒他 南宫家又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说不定现在早已血流成河 毕竟在得知陈二狗身份之后 大家都不难猜出他此行南宫家目的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 作为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上官家的家族 他即便一来便大开杀戒 那也并不奇怪 既然南宫先生知道我身份 想必也定然知道我想要什么吧 陈二狗平淡一笑 直接开门见山道 知道 但不行 南宫穷完全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道 都说汗水式的南宫穷 最爱家中贤妻 看来我还是高估了你对夫人的爱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之间便没什么好谈的了 告辞 南宫穷斩钉截铁的拒绝 倒是完全出乎陈二狗意料 不过 既然主家连一点谈谈的诚意也没有 自己也没必要舔着脸非要给他们救人 所以 在随口丢下一句话后 陈二狗立刻转身便开始往门口走去 慢走 不送 对了 最后奉劝陈先生一句 与上官家为敌 那是在自取灭亡 你还没那个资格 还有 也请陈先生不要再打南宫家的主意 否则 下次再来想走 可就没那个机会了 都懒得回头看一眼陈二狗 南宫穷满是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随后神情肃穆的严厉警告道 他的这些警告对陈二狗而言 根本就是废话 自然也没有搭理的必要 只不过陈二狗心中着实疑惑不已 按照江安的说法 南宫穷对他的夫人可是格外看重 至爱道 只要有人能救他夫人 哪怕是要他命都没问题 这也是自己为什么首选南宫家功课的主要原因 即便南宫家对上官家在死心塌地 以他的性格和对夫人的挚爱程度 再怎么说也应该谈谈条件 甚至哀求自己两句才对 怎么可能做到如此绝情 魏神医 拜托您了 通过土地感应 陈二狗很快便解开了心中疑惑 就在自己刚离开别墅的时候 不等南宫怀说什么 南宫穷立刻便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对那名跟随他而来的老者 恭恭敬敬道 嗯 将你的心放回肚子里 我为某的医术天下无双 这世界上就没有本人治不了的病 看来你们南宫家的医术 真的是衰退了 这点小事还需要打扰我一个世外之人 要不是 看在和你那已经去世的父亲 还有几分交情上 你即便是 再怎么求老夫 老夫也绝不可能为了这点迎头小利 答应你出山救人 满事不懈地抬头摆了一眼南宫穷 为神医成竹在胸道 神医教训的是 快 去给神医安排转账 恭恭敬敬地回答一声 南宫穷赶紧对身边一名下人吩咐道 看到这一幕的陈二狗 嘴角不禁扬起了一抹笑意 原来是有神医撑腰 难怪南宫穷敢如此有恃无恐 不过连并都还没有开始看就已经开始支付酬劳 这倒还真是历史罕见 但也由此可见 南宫穷对这位神医的医术 那是绝对的信任 毕竟南宫家可是传承数百年的医药世家 能让南宫穷如此敬重的 那必然是高手中的高手 不过 陈二狗对他那句天下无双 还真有点意义 虽然本事是有 但这位神医吹牛的本领也当仁不让 世界上各种疑难杂症不计其数 至今无法攻克的绝症也不在少数 也估计只有他敢说 这具世界上没有治不了的病了 也想观摩观摩 这位神医出神入化医术的陈二狗 并未直接离开 而是随便找了个花坛坐了下来 继续用土地感应 观察着别墅内的情景 唉 只见卫神医在一番板脉和检查之后 忽然便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 神医 您 您这是 真 真的没救了吗 他这一口气 瞬间便将南宫家众人的心 提到了嗓子眼 南宫穷顿时面色大变的同时 赶紧急切问道 什么没救了 你这是在怀疑老夫的医术吗 老夫早就跟你说过了 这世界上 就没有老夫治不了的病 狠狠 白了一眼南宫穷 为神医满是不悦地 孕怒呵斥道 不敢不敢 那您刚才叹气是 南宫穷一边陪笑点头致歉 一边拖长声音 很是不解地问道 老夫叹的是 你们这些不孝子孙 这点小病 还得麻烦老夫出山 你们对得起你爹好不容易得到的神医圣首美誉吗 神医教训的是往后南宫一定苦言医术定不会让您再失望 南宫穷有些尴尬地点头道 去 准备食喝银针 魏神医再次恨铁不成钢地轻叹了一口气道 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到神医的吩咐吗 心中受了气的南宫穷 赶紧狠狠呵斥了一声深厚的手下道 那名手下心中一惊 赶紧战战兢兢地答应一声 随后一路快跑出了卧室 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的陈二狗 也跟着那位神医轻叹了一口气 只不过 他不是什么恨铁不成钢 而是替南宫穷赶到别墅 谁能想到 堂堂医药世家的家主 竟然会有为了救人 向别人点头哈腰的一天 很快 在银针取来之后 只见魏神医虽然年迈 但依旧下针如疾风 不到一分钟时间 三九二十七根银针 便已经全部扎入了南宫夫人头部穴位 扑 就在为神医最后一针扎下去的那一刻 病床上沉睡已有十年之久的南宫夫人 忽然猛地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双目也跟着睁开了起来 母亲 小兰 感觉怎么样 神 神医啊 没想到我们南宫家清尽心血 救治了二十多年的夫人 神医竟然只用了二十七根银针救救活了 这医术差距之大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 这 这也太神了吧 魏神医出神入化的医术 瞬间便征服了在场所有人 直到南宫琼和南宫怀又惊又喜地扑向床边 周边也立刻便响起了一片震惊感叹声 相比南宫家众人的欢呼雀跃 此时身在别墅之外的陈二狗 不仅面色凝重到了极点 整个人也惊得猛地站起了身 不过 陈二狗很快又将想要冲进别墅的冲动给压制了下去 在一阵连连摇头中 又重新坐回了花坛边沿我 我感觉全身都有些燥热 有些茫然的扫尸一眼众人 南宫夫人随后拉住南宫琼和南宫怀的手 声音极其虚弱道 这是正常现象 一会我再给你们开副药方 只要坚持服用一周 便可保证夫人彻底康复 魏神医非常得意地屡着长须道 快 准备宴席 南宫家所有族人都不得缺席 有了魏神医的保证 南宫琼悬着的心又终于全都放了下去 不管怎么说 夫人这总算是开了眼 也说了话 这对南宫家来说 绝对是值得大摆宴席的好日子 神医 夫人这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神医 您这针法实在是太神医了 能不能教教我们 神医 您收徒吗 在为神医开始替南宫夫人拔针的时候 南宫家众人赶紧纷纷带着讨好的笑容围了过来 无意不对他充满崇敬 这又不是什么高明的针法 你们要想学 老夫教你们便是 不过收徒就算了 老夫没那么精力 被众人这一番马屁拍下去 魏神医难掩心中得意 即便是私藏的独门针法 也顺口就答应了下来 要知道 出身医药士家的南宫家族人 随便拿出一个放到外面 那可都是妥妥的名医 他们的崇拜和拍马屁 可比什么街边桥热闹的路人甲乙丙丁派出来 让人受用得多 扑 就在魏神医将南宫夫人头顶太阳穴上 最后一根银针拔出来时 忽然南宫夫人又是一口猝不及防的鲜血 从嘴里喷射而出 还不等众人反应下来 立刻便眼睛一闭 整个人又软绵绵地往床上躺了下去 没 没事 正常反应而已 这忽如其来的一幕 不仅惊呆了南宫家众人 就连魏神医都有些傻了眼 不过 魏神医也是第一个率先反应过来的 在潦草的解释一声后 赶紧满脸黑线地 再次急匆匆替南宫夫人拔起脉来 再怎么说 南宫家也是医药士家 可没有不懂医术的普通人好骗 南宫怀比其他人先一步清醒过来 赶紧抓起母亲的另一只手 也跟着拔起脉来 不白还好 这一把瞬间让南宫怀彻底傻了眼 内心更是仿若雷击般狂跳不止 直到一个寒战将南宫怀惊醒 他又赶紧努力压制着内心的惊慌 仔细试探了母亲的心跳和瞳孔 神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 魏神医的面色跟着惨黑到了极点 整个人也像是受到了极大惊恐一般跌坐在地 这可瞬间急坏了南宫琼 在满脸黑线的质问一声后 也赶紧抓起了自己夫人的手 不用查了 母亲已经走了 南宫怀双瞳 淡然无神地喃喃自语般念叨道 据喜瞬间转为悲痛 我室内很快便想起了抽气声 即便已经是铁一般的现实 但大家心中一时间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刚刚明明都已经坐起来睁眼说话了 怎么一瞬之间又没了呢 这忽如其来的打击 未免也来得太快了点 对 对 快去请陈神医 就在南宫家众人陷入一片悲痛之中时 忽然南宫怀眼前一亮 一边疯狂地叫喊着 一边拼命地率先冲出了卧室 零 不用请 我自己舔着脸来了 南宫怀刚冲到门口 其他人都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陈二狗的声音便已经从楼道上传了过来 神医 求您救救我母亲 我什么都答应您 不就是与上官家为敌吗 其他人不答应 我南宫怀首当其冲 给您当马前卒 求求您了 救救我母亲吧 一见陈二狗 南宫怀立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泪流满面地哀求道 南宫少爷请起 我会尽力的 就个人情感而言 南宫怀对他母亲深沉的爱 确实让陈二狗感动不已 所以赶紧将他拉起的同时 语气也极其温和道 华儿 你是急糊涂了是吧 你母亲都已经死了 你求他有什么用 南宫家男 各个顶天立地 跪天跪地跪父母 用不着你这么第三下四地 给外人摇尾起怜 虽然南宫穷心中也悲痛不已 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但是者已已 现在就是神仙下凡也不可能有救 更何况自己儿子下跪的对象还是仇敌 内心极其悲痛烦躁的南宫穷 顿时恨铁不成钢地勃然大怒吼道 夫人没死 我已经用银针护住了夫人最后一丝心脉 陈二狗冷淡地看了一眼南宫穷道 你隔着那么远 怎么下针 当我们南宫家的人是傻子呢 来人啊 给我把他拿下 这种完全违背常理的事情 南宫穷自然是不可能相信 再次怒声一吼道 那么远 很难吗 他的话还未落 陈二狗嘴里便已经发出一声 不屑冷亨 与此同时 掌心一翻 一声震耳脆响 已然从楼下传了过来 家 家主 楼 楼下您真爱的瓷瓶炸 炸了 一名南宫家的手下 赶紧跑出卧室 往楼下看了一眼 随后又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 惊得舌头直打截道 以一根银针之力 自然是无法将瓷瓶炸碎 即便是打中 在这么大的力量作用下 也应该是穿插而过才对 只不过陈二狗打出的银针 带着一丝真气 以现在原音镜的修为 完全足以控制银针和真气作用的点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 即便身在别墅外 陈二狗才能完美地通过控制真气 带着三根银针 准确无物扎入南宫夫人穴位 一来银针本身就戏 二来当时 大家都沉浸在震惊之中 更重要的是在真气带动下 银针速度足够快 所以众人才会完全不知情 还在现在震碎的只是一个瓷瓶 大家实在无法想象 刚才站在楼下的要是自己 会是什么情景 恐怕是头破血流 已经一命呜呼了吧 但 这还仅仅只是陈二狗的随手一击而已 其中的恐怖 不由得让在场所有不寒而栗 你们愿不愿意弃暗投明 对我并没有多少影响 我这次前来汗水市 只不过是想给你们南宫家提个醒而已 助纣为虐 必大祸临头 仍我能救 既然条件没得谈 那赏金我就收下了 至于那击碎瓷瓶的钱 就从赏金里面扣吧 再次冷淡地扫尸一眼众人 陈二狗威严赫赫赫的铿锵有力道 也不管南宫家 众人是否同意 陈二狗瞬间一个闪身 便到了床边 就在南宫穷下意识想要阻止的时候 陈二狗已经右手往紫巾戴上一擦而过 随着伸手往南宫夫人身体上空一扫而过 三十根银针 竟然整整齐齐地悬停在了半空之中 在众人 被这不可思议一幕 惊得目瞪口呆时 银针瞬间便像是 有了灵魂一般 一形换位 眨眼之间 便扎入了南宫夫人前身三十处上大学 一阵因为惊骇 发出了沉重呼吸声 顷刻间响彻了整间卧室 但让大家更为心跳加速的一幕 又再一次发生在了眼前 只见陈二狗右手在空中往上一抬 南宫夫人整个人 竟然自动在大家眼前漂浮了起来 这哪里像是在失真救人 完全就像是一场精彩绝伦的魔术表演 但即便就算是亲眼所见 绝大部分都总在不经意间使劲眨眼和揉擦双目 甚至是使劲掐自己大腿手臂 企图想要证明自己这是在做梦 但陈二狗的表演依旧还远远没有结束 只见他再次右手往口袋一探 又是三十根银针脱手而出 只不过这次确实倒立悬停在了南宫夫人身下 和之前完全一模一样的动作 陈二狗只是轻轻一挥 三十根银针又再次自动扎入了南宫夫人背部三十处穴位 这 这是什么针法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针法 针不针法的不重要 这种入针手法都是前所未见啊 这 这家伙真的是人吗 即便是天阶高手 恐怕也无法做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吧 其中的内力损耗 简直无法想象 谁能将内力控制得如此如行云流水啊 根本就不存在的 看完陈二狗的一系列操作 所有人只觉一阵口干舌燥和瞪的眼珠发酸发疼 但一个人做梦 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做梦 震惊之余 大家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陈二狗的实力 确实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恐怖得多 虽然这已经不是陈二狗第一次用同一种方法救人 只不过以往他都会想方设法将外人支开 就是为了防止想现在一般吓到别人 放眼扫去 此时南公家还能正常说话的 已经不过寥寥三四人 更多的则是在震惊和惊恐中 站稳都需要靠扶墙 之所以这次如此高调地展示实力 陈二狗的用意非常简单 那就是将南公家众人收拾的心服口服 也让他们明白和自己作对的下场之前 非真爆裂磁瓶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随着生机赐予能力的大量输入 直到大约三分钟之后 陈二狗才停了下来 真气向外一涌 南公夫人身上的银针 也跟着自动脱离了出来 在南公夫人身体再次缓缓落床的那一刻 陈二狗随手一挥 一共六十根银针在众目睽睽之下 如闪电般飞向了墙壁 等众人纷纷下意识跟着抬头望去时 六十根银针已经乘六行石牌 整整齐齐的至少一半扎入了墙壁之内 之所以只扎入一半 那是因为我只想让他们扎入一半 而不是他们只能扎入一半 转身扫尸一眼 嘴巴张德能塞进鸭蛋 眼睛更是鼓得像同龄般的众人 陈二狗轻松地拍了拍手 语气极其冷冽道 身为南公家一族之长 南公雄知道自己此时的反应 实在太过有损南公家威严 但直到被陈二狗的语言拉回现实 即便面上反应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内心的震惊还是让他有口难言 当然 南公雄也清楚 陈二狗这么做的用意 无非就是在向南公家大秀鸡肉 事实上 他也确实是成功了 南公家所有人 无一不是根本不敢与他对视 更在为因为上官家与他为敌的决定 感到毛骨悚然和后怕 陈 陈先生 我 我母亲的病情如何 在南公家所有人大气不敢出 卧室一片凝重时 南公怀鼓起勇气 小心翼翼地向陈二狗问道 放心吧 你母亲已经脱离危险 最多十分钟后 便会完全康复醒来 你可以去尝试着 替你母亲把麦看看 我陈二狗一言九鼎 从不口出实力办不到的狂言 因为对南公怀的影响还算不错 也非常感动 与他和夫人的母子情深 所以 陈二狗对他说话的语气 瞬间也温和 乐许多 多 多谢陈先生 不过 此时的南公怀 可不敢将陈二狗当成朋友 对他除了无尽的感激和敬重之外 也有更多的畏惧和害怕 虽然南公怀很想立刻就确认 母亲是否死而复生 但内心对陈二狗敬畏 却让他根本不敢挪身 最后还在在陈二狗的眼神鼓励 和眼神催促下 他才诚惶诚恐地走向床边 这 这 一番把麦下来后 南公怀顿时眼前一亮 完全不敢置信的目光 再一次投向了陈二狗 虽然南公家众人 此时心里都慌得一逼 但对付家主夫人的关切 却让他们短暂了 忘记了之前的惶恐 所以 所有的目光 瞬间便全部聚焦在了南公怀身上 母亲脉搏 不但已经恢复了 而且极其充沛有活力 甚至远超一般正常人 和黄街舞者 众目期待下 南公怀寺 南南自语搬到太好了 神医啊 这才是真正的神医 上官家罪恶累累 我们助纣为虐 绝对是不对的 我也这么觉得 组长 陈神医本领超凡 而且人品贵胄 我们是不是该 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问题了 是啊 陈神医对我们南公家 有救命之恩啊 而且 您之前那么对她 她还能不计前嫌 帮我们救人 南公怀的医术 在南公家仅次于南公穷 她的判断 自然无需质疑 大家在纷纷暗输一口气的同时 也纷纷开始改变了之前对陈二狗的看法 南公先生 人我已经救活了 赏金麻烦支付一下 对了 刚才在就指您夫人的时候 我内力损耗 至少已经达到了八成 现在可是你向上官家尽忠的最佳时期 也是赖掉这一亿赏金的唯一机会 要不要把握一下 嘴角稍稍一扬 陈二狗大大方方走到面色黑如木炭的南公穷身边 略带一丝调侃口吻道 所有目光 瞬间全都聚焦在了南公穷艺人身上 他此时的决定 无疑将关系着整个南公家接下来的命运 甚至存亡 我南公家 好歹也是明镇汉水市数百年的名门世家 陈先生刚救了母亲 是我南公家恩人 即便不支持陈先生与上官家为敌 但若是现在趁人之威 那就是恩将仇报 诸狗不如 一旦传江出去 南公家还不得被天下耻笑唾骂 我们又有什么脸面 还在这世间立足 南公怀有言在先 从今往后 南公家若是有人要对陈先生下手 那就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父亲 各位前辈 还请三思 正当南公穷面色阴沉难以抉择时 南公怀忽然一个剑步 冲到陈二狗前面 义正词言的铿锵有力道 少主所言即是 我们南公家之所以能在汉水市立足数百年 并深受爱戴 靠的就是诚信良心和知恩图报 再怎么说 也不能做出这种背信弃义的龌龊事 但我们和上官家也有约定在先 这是不管怎么处理 南公家都要背负骂名 也确实让人为难 不管怎么说 还是拥护组长的决定吧 虽然上官家这些年恪守承诺 并没有为难我们汉水市市立和企业 但这也是建立在长久剥削基础上的 而且早就听说陈神医品德兼优 受万人拥戴 上官家却是罪恶累累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 凭良心说 还是更愿意站在陈神医这边 南公怀的话立刻便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南公家众人也再次爆发了一阵低沉讨论声 听得津津有味的陈二狗 很快也摸清了南公家以及汉水市和上官家之间的关系 当年得到京城权力支持的上官家 强势崛起 一路扶摇直上 通过商业手段和武力 大肆在楚南五省培养和扶持自己势力 势头锐不可挡 与汉水市相邻的影中市 多股势力和众多大型企业 不服上官家所发的最后通牒 决定抱团取暖共同抵抗上官家的势力 横满直入 但影中市两股最强本土势力很快土崩瓦解 十多名著名企业家横死家中 无数中小企业被迫低价卖给上官家 从开始规划进入影中市 到最后完全掌控影中市商界 上官家只用了短短一周时间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这些恶行都是上官家犯下的 官方也多次展开调查 但奈何上官家做的滴水不漏 此事最终也只得不了了之 而且上官家掌控下的影中市 经济很快得到迅猛发展 随着时间推移 大家也健忘了此事 为了避免重蹈影中市覆辙 以南宫家为首的汉水商盟 主动联系上官家 以每年数十亿供奉和无条件支持上官家 对其他地区的任何行动为代价 这才换来了汉水商界数十年太平 大家心中都非常清楚 与虎谋皮终将被虎所食 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南宫穷哪能不知道 尘二狗的出现是个机会 但不服就是死 上官家的强大和凶残让人闻风丧胆 这毕竟关系着南宫家上下数百条人命 所以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既然南宫先生没这胆量 那我可就走了 一会我会将卡号 发到悬赏通告上的联系电话上 记得支付酬金 否则 让我再次上门来取的话 那可就是武力相见 和不止这点数目了 对了 即便你们付了酬金 我们也还是很快会以武相见的 毕竟 对于上官家的势力 我从不心慈手软 朝面色一直殷勤不定的南宫穷 大笑一声 尘二狗一边说着 一边旁若无人般 大步朝楼下走去 绝大部分人本就不愿与尘二狗为敌 而且早就被他那招挥手碎平的手法振服 谁会愿意当出头鸟 没事上门送死 更何况南宫穷也没有发话 所以非但没人上前阻止 反而纷纷让出道来 陈先生请留步 就在陈二狗行至别墅大门口时 南宫夫人也若无其事地从床上坐起身来 南宫穷就像是忽然受了什么刺激一般 赶紧快步追了出去 大声喊道 一听他这用词 大家便知道南宫穷并不打算对陈二狗出手 除了留下两人照顾大病出狱的南宫夫人外 其余人在暗舒一口气后 也赶紧跟着追了出来 南宫先生这是打算现在就付款吗 其实也不用这么着急的 卡号我已经发了 会心一笑 陈二狗饶有兴趣地扫尸一眼众人道 一边说着不急 一边却连卡号都发了 南宫家众人内心顿时无意不是一片无语 只不过也没人敢有半点不服 毕竟人家有这个实力 南宫家愿意弃暗投名 助陈先生一臂之力 只不过 在下虽然受大家抬爱 舔居汉水商盟会长一职 但汉水绝大部分势力对上官家 都是谈虎色变 早就已经恐惧到了骨子里 要让他们与上官家为敌 他们肯定命运死在您手里 南宫穷有些为难道 既然陈二狗已经找上门 南宫穷知道 现在还想置身室外 以求自保已经是不可能了 所以经过长久的思考之后 南宫穷决定将这个烫手的山芋 踢给其他人 反正刚才的话 只有南宫家和新高层知晓 断然不会传出去 若是陈二狗搞不定其他事例 那就是他自己无能 怪罪不到南宫家头上 不管陈二狗和上官家 最后谁输谁赢 这已经是南宫穷能想到的 最置身室外的办法了 而且南宫穷也非常清楚 让那些人与南宫家为敌 那还不如直接杀了他们 若是陈二狗真有这能力 南宫家与他合作 也就有信心多了 那就麻烦南宫先生引荐 我来和他们说 心中暗骂一声老狐狸 陈二狗会心意笑道 好 陈先生客气了 您请稍作休息 在下立刻便联系大家 华 招待好先生 知道陈二狗肯定会答应 南宫穷立刻给南宫怀 使了一个眼色道 在招呼陈二狗在客厅落座 并安排下人上茶上水果之后 南宫穷便钻进了书房 随后基本康复的南宫夫人 也下楼向陈二狗表达了感谢 在南宫家众人纷纷毫不掩饰地 对他表示敬重中 气氛也不算健嘎 陈先生 在下已经联络好了汉水市 所有势力和企业领导人 一小时后 在商盟大厦会议室开会 直到半小时后 南宫穷才走出书房 恭恭敬敬对陈二狗道 因为商盟大厦 坐落在汉水市最繁华的市中心 离居住偏郊区的南宫家距离较远 所以随后只是简单和大家打声招呼后 陈二狗便随南宫穷父子的车离开了南宫家 本来也想问问那些孩子的事情 不过现在南宫家显然还没有完全和自己站到一边 所以未必会对自己说实话 陈二狗便决定先从商盟回来再说 铺满精致花纹大理石的超两百平大型会议室内 成椭圆形摆放着数十张古色古香的红木靠椅 显得格外奢华 等陈二狗三人赶到走进会议室时 会议室内已经聚集了上百人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大家正在纷纷猜测南宫穷忽然要求紧急集合的目的 一见南宫穷 会议室内瞬间便便地鸦雀无声起来 所有人也纷纷站起了身 足见南宫家在汉水市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 在请陈二狗上座后 南宫穷立刻含笑让大家坐下去 并直接开门见山地介绍了陈二狗身份 以及来意 这就是最近楚南五省风头最甚的陈二狗 这也太年轻了吧 与上官家为敌 开玩笑的吧 影中式的教训还不够 这不是将我们往火坑里推 找死吗 不行 绝对不行 让我们与上官家为敌 那还不如让我直接去死呢 至少这样还落个干脆 不会连累家人 就是 最主要的是 这小屁孩 恐怕自己连毛都还没掌权 哪能是人才挤挤的上官家对手 对啊 就算是退一万步讲真的 要与上官家为敌 那也得是南宫会长带领我们 哪轮得到这外地来的毛头小子 指手画脚 您这话在里 南宫先生得高望重 又谋略过人 若是由南宫先生带领我们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让我们听这小屁孩的指挥 那还不如干脆直接去向上官家摇尾起连 当个奴隶走狗算了 一听要和上官家为敌 请客间整间会议室内 便如同炸了锅一般 众人完全不顾身份闹翻了天 虽然在南宫琼的提醒下 陈二狗早有心理准备 但他也着实没想到 全场连一个静默的都没有 那就更别说支持者了 你以为你们现在跟奴隶走狗 有什么区别吗 若不是因为我的出现 让上官家现在自身难保 你们以为汉水市 就真的不会变成第二个影中市 看了一眼完全置身室外 一个字都不打算帮自己说的难攻穷 陈二狗满是鄙夷地冷哼了一声道 虽然会议室内炒得跟菜市场一般 而且陈二狗也并没有起身高声大喊 但他的声音在真气作用下 却极具穿透力 完全就像是在所有人耳边 响起的一般清晰明亮 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人信你 都平平安安几十年了 上官家要想对我们动手 早就动了 你就是个为了自己利益 不择手段的小人 再说了 即便真有你说的那一天 我们也乐意 至少现在能多活一天是一天 跟你去与上官家为敌 只会死得更快 我们汗水不欢迎你 赶紧滚出汗水 否则可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 虽然大家也被陈二狗 忽然恍若在耳边响起的声音吓了一跳 但这相比与上官家为敌带来的恐惧 根本就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所以大家非但没有因此而惧怕 反而更是一片同仇敌忾 甚至已经有人开始用手机打电话叫保安 身为商盟会长的南宫穷 却依旧一言不发 虽然这一切并非他刻意安排 但却也早在他预料之中 不客气那是最好的 我这人最怕的就是别人对我刻刻气气 原来你们这么害怕家破人亡啊 反正那也是迟早的事 我做和上官家做唯一的区别 就是你们哪种活得稍微更久一点 既然如此 那今天就由我来成全你们吧 处理完你们 还要处理你们家人 我很赶时间 谁先来 哦 对了 趁着你们现在还活着 我再提醒你们一句 我这人可很可仁慈 你们要是乖乖听话的话 或许不仅不会家破人亡 而且反而会更加的飞黄腾倒 就像南宫琼所说 这些人对上官家的恐惧 已经刻到了骨子里 无论是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还是许以众诺 都根本不可能让他们迷途之反 唯一能想到的最奏效办法就是 让他们怕自己 比怕上官家更怕 所以 陈二狗一边缓缓起身 行至会议室中间 一边面带 和善微笑慢悠悠道 最平淡的语调 最和善的微笑 却让在场所有人 不由得一阵毛骨悚然 好像就是 你骂我骂得最凶吧 那你就第一个死好了 就在大家一片惊骇 还没来得及反应时 陈二狗忽然随手指向左上角 一名西装革履的青年男子 嘴角略带一抹脚侠冷笑道 说话间 陈二狗右手指尖快速一弹 那名青年男子 都还没来得及反应 忽然双手便猛地 抓向自己咽喉 也没留下半个字 便在惊恐的眼神中脑袋一歪 彻底闭上了眼 虽然陈二狗指尖确实有所动作 只不过幅度极小 而且速度极快 大家又都在惊骇之中 所以根本没人去注意到 这些细微变化 死 死了 真的死了 谁也没想到 陈二狗说动手就动手 眼看一人倒下 瞬间更是全都目瞪口呆地愣在了原地 直到青年男子身边另一中年男子满眼惊恐 双手颤抖 试了一下他鼻息 扑通一声 吓得跌坐在地后 大家这才相信 这一切都是事实 陈二狗真的随手便杀了人 谁动我杀谁 为了防止大家因为惊慌乱作一团 所以陈二狗还不带大家完全反应 便随手横扫指向众人 面色冷冽道 果然 在陈二狗威胁下 大家即便内心已经慌得要命 各个面色惨黑 但也全都乖乖 坐在凳子上 诚惶诚恐的 根本无人敢动 毕竟陈二狗实在是太恐怖了 完全就跟能用意念杀人一般 谁敢在这时候 拿着自己小命去虎口拔牙 就连本打算一直置身世外的男公穷 此时也忍不住黑着脸 猛地站了起来 他做梦也没想不到 看上去面善的陈二狗 骨子里竟然也会如此凶残 再怎么说 这也是一条人命啊 更何况还是一条并不普通的人命 作为会长和这次会议的召集者 男公穷和男公家都难辞其咎 但还不等男公穷说话 忽然又是两名中年男子脑袋一歪 完全没有半点征兆的猝不及防 倒在了大家视野之中 助手 陈先生 他们明明根本就没动啊 您这又是为什么 以下三条人命 男公穷再也坐不住了 赶紧惊慌失措地 跑到陈二狗前面 用身体挡住他那能杀人的手势急切道 身为汉水士一界巅峰的男公穷 当然明白 人是不可能无缘无故死的 而且更不可能被随便一指 就一命呜呼 只不过满心惊恐的他 此时已经来不及去细想 自然而然和大家下意识一样 以为问题出在陈二狗那手指 哦 没为什么 就是觉得他们长得没我帅而已 陈二狗冷淡一笑道 他的话再次让在场 所有人都彻底傻了眼 这算哪门子的杀人理由 论颜值 在场男性中 又有谁比得过他 陈 陈先生 真的不能再死人了 在座的可都是我们汉水士商界大鳄 和各方大佬影响力 我们先不说 您要是真的 把他们全杀了 谁跟您一起去对抗上官家 您这么做 只会让他们更死心塌地地跟上官家 一起与您为敌 不管怎么说 绝不能让陈二狗 再继续滥杀无辜下去 所以 男公穷也没心情 去考虑他的理由有多敷衍 赶紧迫不及待地劝导 就在此时 十余名保安 气势汹汹地手持电棍跑了进来 但这并没有让在场任何人 看到半点希望 反而个个更加提心吊胆 和惶恐到了极点 声派因此再次惹怒陈二狗 引来杀身之祸 毕竟他那杀人的手法 实在是太诡异 和随心所欲了 本就心都悬到了嗓子眼的男公穷 当然意识到了这点 还不等十余名保安站稳 便赶紧伸手指住了 他们要张口的嘴 我要杀的 又不仅仅是 在场这些人 而是家破人亡 都死了 还怎么跟上官家一起对付我 再说了 男公先生觉得我很怕 他们一起联合对付我吗 目光阴冷凌厉地扫视一眼周围众人 陈二狗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道 目光所及之处 无不是一片胆战心惊 所有人全都纷纷低下头来 就连陈二狗所占位置都不敢忘去 俨然就是一片片的待宰羔羊 在陈二狗强大气场和杀意压迫下 此时大家根本连动都不敢动 就更别说报警之类的了 除了完全控制事态发展的陈二狗本人外 事情演变完全超乎在场任何艺人意料之外 能对上话的也唯有男公穷艺人 虽然已经六神无主 但他知道不管怎么说 都必须先止住陈二狗的肆意杀法再说 陈先生息怒 请息怒 我向您保证 在场绝对没有一人对您有半点恶意 大家之所以这样 完全都是因为被上官家长期压迫所致 请陈先生大人不计小人过 再给大家一次机会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慎重考虑 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所以男公穷根本来不及多想 便赶紧几乎带着哀求的口吻道 男公先生的面子我肯定要给 既然如此 那我就再来个大家说道说道 往后联合汉水市势力 还得靠德高望重的男公家 所以陈二狗语气立刻便柔和了下来 脸上也逐渐再次有了一点笑容 多谢陈先生宽宏大量 您请坐 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转机 瞬间让在场众人终于有了一口喘息的机会 男公穷当然不敢有半点怠慢 赶紧再次恭恭敬敬地将陈二狗请置上座 影中式的教训 对在场绝大部分人来说应该还历历在目吧 偶尔想起 是不是也会让各位不寒而栗 所以 关于上官家的滔天罪行 我就不在这里和各位敖言了 一旦上官家解决了其他不服他们的势力 又怎么可能为了区区几十亿让各位苟言残喘 就像影中式一样 直接掌控在他们自己手里 每年带来的利益 何止区区这点数 大家都是聪明人 我都已经掰碎掰碎告诉你们了 这道理该拧得轻吧 如果不用狠利的手段让他们闭嘴 他们又怎么会像现在这般乖乖听自己讲话 所以 对陈二狗而言 武力是手段 让他们真正明白继续视而不见的后果 对自己真心实意的心悦诚服才是关键明白 明白 虽然各个将他的话听在耳里 也全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此时 大家之所以各个连连点头 随后又进入寒蝉 基本 还都是完全出于对陈二狗深深的恐惧 明白就好 但大家更应该明白的是 上官家再强大又如何 还不是被我打得满地找牙 大家要知道 我第一次打的上官家跪地叫爷爷的时候 还是只有一个楚州两大家族帮忙的那么一点点势力而已 而现在呢 那可是楚州 中原 汉阳三省强强联合 对付他上官家 更是胜券在握 大家要是有所质疑的话 可以随便去汉阳省打听打听 最近的对决 哪次不是狂虐他上官家的人 昨天的商战 在场不少人有参与吧 结局如何 上官家损失可比我惨重的多吧 连上官家主导这一切的上官堂 也不得不狼狈滚回灵难领罪 孰强孰弱 应该一目了然了吧 既然后果已经明白 那接下来 自然是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实力 给予足够的信心 就仿佛心中有稿一般 陈二狗继续成竹在胸的侃侃而谈道 陈先生所言极是 上官家罪恶滔天 我们不能继续在助纣为虐 否则 我们都将是楚南无省的千古罪人 在下宋世丰 宋世集团愿为陈先生马首是瞻 彻底剿灭了他上官家这颗毒瘤 我们东京集团从此以后 对陈先生为命是从 还望先生不计前嫌 给我们效忠的机会 陈二狗的话 让在场众人顿时为之眼前一亮 也彻底点燃了大家 对上官家隐藏已久的怒火 更是唤醒了所有人心中的热血激情 随着一名中年男子站起身 恭恭敬敬向陈二狗身居一躬 并激情澎湃地发言后 在场所有人全都无比昂分地 纷纷站起了身来 表态 就连南宫穷都彻底傻了眼 汗水事 何曾像现在这般团结过 同时 南宫穷也无奈地看了一眼那三名死者 在长叹一口气后 心中也不由地感叹 这姓陈的 说杀人就杀人 也绝不是什么好鸟 这对汗水来说 也不知道到底是福还是祸 见大家各个出自 真心的热血沸腾和激情澎湃 陈二狗脸上 虽然也跟着洋溢起了笑容 但心中却已经开始谋划起 接下来影中市的行动 和汗水市的并无上官家势力进驻不同 影中市几乎所有大中型势力和企业 全是上官家一手把控 难度自然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但自从开始计划汗水市执行开始 陈二狗便知道这一步必无可避 毕竟汗水市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上官家肯定会很快得到消息 并发起反攻 与其劳心劳力严防死守 那还不如自己乘胜追击 再次打他上官家一个措手不及 就在陈二狗示意大家落座的同时 掌心在大家不经意之间一转 三根细如牛毛般的银针 瞬间便回到了指尖之间 零 除陈二狗在外的所有人 瞬间再一次彻底傻了眼 只见那三名刚刚明明 已经被男公怀确认命丧黄泉的老板 忽然 又像是受了什么大惊一般 双眼猛地睁开 并一路惊慌失措地跪爬到了陈二狗脚下 就跟之前大家一样 纷纷表示归顺 虽然三人表面上失去了生命体征 但却并没有失去意识 所以 刚才会议室内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全都心知肚明 此时大家才知道 陈二狗所谓的善恶不分和杀人不眨眼 完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 不过 这对早已明白其中厉害的众人来说 已然不再重要 所以这非但没有引起大家不满 反而更让众人由衷地心悦成福 陈先生智勇双全 男公穷佩服的五体投地 男公怀的医术自然无需质疑 明白一切后的男公穷由衷地向陈二狗身居易公道 各位不必客气 趁着上官家还不知道汗水事变化之前 我们还是好好商量一下接下来的行动计划吧 男公先生 各位 你们对影中事的情况了解多少 男公穷的话立刻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附和 陈二狗赶紧将三人扶起 态度温和道 上官家在影中事的主要负责人叫上官星河 此人号称天下第一历史 之前专职负责上官家家主安全 足见信任 上官星河从小便天生神力 而且后来更是一直苦练那家功夫 传闻他一锤子下去 方圆十米内便仿如地震一般 寸草不生 影中事曾有一名天阶初期舞者 仅出手一招便被上官星河捶到吐血身亡 他的实力让我等现在只是想想都觉得一阵不寒而栗 汉水市更找不出一人 可抵挡其锋芒 男公穷一说起上官星河这人 除了陈二狗之外 在场众人无一不是一片面面相去 甚至还有人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说起那家高手 陈二狗第一反应便想起了养老爷子 和男公家那名前辈 二人皆是被那家高手所伤 也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 一个莽夫而已 不值一提 相比上官星河 我更想知道 接下来我们该对影中事哪里出手 才能让上官家创剧痛身 上官星河这个人 陈二狗早就听江安提起过 也早有一定了解 所以立刻很是不屑地冷淡一笑道 要说创剧痛身 当然是影中俱乐部 不仅上官星河每天都待在那里面 而且在没有其他大事发生的前提下 更是汇聚了上官家 在影中事70%以上的高手 一名中年男子 毫不犹豫地站起身道 男子的话 立刻让在场绝大部分人面色大变 如果不是男公穷 忽然倾壳两声打断了他的话 估计还能继续再说一长串 好 那就从这影中俱乐部开始下手 陈二狗目光灵力地扫尸一眼众人 不假思索道 敢问陈先生 您打算从其他地方 调多少高手参与这次行动 简单沉思几秒后 男公穷狐一问道 有这个必要吗 陈二狗略带差一问道 嗯 也许是我们说得不够清楚 让您有所误会 那在下再给您仔细介绍一下这个俱乐部 没人比男公穷 更了解汉水市情况 他心中非常清楚 在没有外面帮助的前提下 即便是把汉水市所有人都堆进去 也绝不是影中事内上官家势力的对手 当然 陈二狗各方面的实力 在场所有人都不怀疑 但此时他显然并没有要从其他地方调人的想法 这不是摆明了让汉水市的势力前去送死吗 男公穷心里哪能不及 不用 我对影中俱乐部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 而且 我也没打算带任何人前往 各位要做的就是 暂时对外隐瞒汉水市发生的一切 并做好全力狙击上官家残兵败将的准备 知道他们心中的担忧 陈二狗胸有成竹地会心一笑道 不行 您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男公先生就不必纠结了 我没有瞧不起任何人的意思 但这是命令 这边的一切就交给您了 各位 告辞 零 微微一笑 不带男公穷在说什么 陈二狗一个闪身 立刻便消失在了大家视线之中 从刚才大家对影中俱乐部的反应 陈二狗便知道 汉水市并无实力与上官星河一较高下 而且 在上官星河等人并不知晓汉水市变化的前提下 一旦惨败 漏网之鱼很大概率会选择最近的汉水市逃生 所以 与其让他们参与行动 还不如直接守住待兔 对自己更为有利 已经基本了解影中市信息的陈二狗 一出商盟大厦 立刻便将导航定位在了影中俱乐部 赶往目的地的路上 又先后给董事件和朱昌明去了个电话 等陈二狗赶到影中市的时候已经是深夜 在用土地感应对影中俱乐部做出基本了解后 他也终于理解了南宫穷等人当初的反应 并不算太高的18层楼内 居然汇聚了一名天阶颠覆高手和八名天阶初期高手 紧这九人 便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将汉水市搅个天翻地覆 更何况除此之外 还有近30名地阶高手和上百名玄阶高手 虽然直到现在 陈二狗碰到的高手无数 但天阶巅峰 却还是头一次遇见 具体能有多少能量 心中也并没有太大概念 着实做梦也没想到 上官家居然会在影中市 安排进驻如此庞大强悍的队伍 陈二狗的面色瞬间有史以来第一次黑到了极点 具体该如此行动 心中一时间更没有半点主意 因为支援未到 而且影中俱乐部的实力 确实远超自己想象 所以陈二狗并没有冒险行动 而是就近找了一家生意极好的烧烤店等待董事件等人的到来 不过 这意料之外的情况非但没让陈二狗有半点气馁 反而整个人很快便前所未有的兴奋了起来 按道理来说 一个小小影中士 一名天阶舞者便完全足以坐镇 上官家却偏偏在此安排了这么多高手 足见影中士对他们的重要程度 虽然陈二狗暂时不知道上官家为什么如此重视影中士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排除自己之后 即便是整个楚州省的所有高手加起来 也绝对找不出这么多顶尖高手 烧烤店热闹非凡 生意罕见的好 不仅店内坐无虚席 就连摆放在店外的十几张餐桌 在陈二狗幸运地站上一桌之后 也已然全满 其实陈二狗并不饿 之所以选择这里 除了离俱乐部境外 最大的原因就是人够多够杂 方便打听消息 因为董事件等人很快就会到 所以他干脆将烧烤店的所有菜品都点了一遍 然后自顾自玩起手机来 小子 让个位子 两条新闻都还没来得及刷完 陈二狗眼前便多了一叠百元大钞和一名魁梧壮汉 眉头微醋 陈二狗抬头看了一眼 正用戏谑眼神看着自己的男子 来人大约三十左右年纪 绑大腰圆 完全一副电视剧中的求然大汉形象 来人之所以会找上自己 无疑是因为这是全场为张纸坐着艺人的餐桌 从桌上钞票的厚度来看 应该也就在一千左右的样子 不好意思 我约了人 也已经点了吃的 不过 这怎么说 也比那种直接横满不讲理就抢位子的人强 所以陈二狗语气也还算比较和善 微微一笑道 让不让 求然大汉随手又从口袋掏出一叠钞票 甩在陈二狗眼前 神情高傲冷淡道 大哥 来这边坐 我们让给您 这小子有眼无珠 不识抬句 肯定是个大傻蛋 您又何必跟他置气 来 大哥 我们把位置让给您 只要一叠就行 我们只要半叠 就在陈二狗试若网闻 继续刷着自己新闻的时候 周围餐桌的时刻 却纷纷来了兴趣 烧烤哪天不能吃 少吃一顿更不会死人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不要才是傻子 闭嘴 老子对你们的桌子没兴趣 小子 老子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你让 还是不让 老子可是上官家的人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小心老子让你竖着进来 横着出去 在囚然大汉看来 现在已经不是一顿烧烤 和一张餐桌的事 而是关乎自己颜面和尊严的大事 而且他也知道 周围众人根本就不是真心帮助自己 而是在把自己当冤大头看笑话 所以 囚然大汉 瞬间眉头紧锁 明显已经动怒地 再次往陈二狗眼前 再次甩出了十张百元大钞 因为接下来还有大行动 陈二狗并不打算节外生枝 如果不是因为他最后一句话 此时说不定还真拿钱走人了 大 大哥 来 这餐桌让给您 不要钱的 这小子太不识抬举了 赶紧走 搞不好一会 还得殃及 我们这些池鱼 本以为自己一句话 便能将陈二狗吓得屁滚尿流 然后跪着求着 将餐桌让给自己 但让求然大汉做梦也没想到的是 餐桌倒是让出来了好几张 但眼前的陈二狗 却依旧纹丝不动 从一开始 求然大汉确实只是想要一张餐桌 和几名即将赶来的兄弟 好好喝一杯 但无形之间 事情的性质早就变了样 他现在想要的早已不是餐桌 而是自己和上官家的威严 不愧是上官家弟爷 一来就是威风八面 大哥 给小弟个面子 抽根烟 小伙子 别酱了 赶紧给大哥磕头道歉 拿钱走人 不然他真的会弄死你的 还敢要钱 大哥能饶你一命 那就已经是你祖坟冒清烟了 还想什么呢 你是真的想找死啊 上官家有多强大 影中是所有人光听到这三个字 都要胆战心惊 要早知道这求然大汉 是上官家的人 除了陈二狗这个大傻缺外 在场众人 哪个敢不将餐桌让出来 八姐他都来不及 就更别说去得罪了 在大家万般吹捧中 求然大汉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也在等待着陈二狗 吓得屁滚尿流的磕头求饶 但让他很快再次勃然大怒的是 陈二狗完全就跟是聋了一般 根本就懒得搭理和抬头看一眼任何人 所以求然大汉非但没有就此罢休 眉头再次紧锁的同时 伸手变成爪状 抓向陈二狗肩膀 打算一把将他扔出去 让大家看看什么是威严不可侵犯 你烦不烦 眼看马上就要扣住陈二狗肩膀 但求然大汉都还没来得及心中欢喜 一阵剧痛便已经从虎口位置直冲脑门 随着陈二狗一声不耐烦的冷笑 求然大汉手腕之间也立刻发出了一声嘎嘣脆响 即便如此 陈二狗也没有给他任何反应和再次出手的机会 在求然大汉疼得满头大汉身体往下蹲去的同时 立刻右脚一抬便搭在了他肩膀上 虽然明明只是一条腿 但求然大汉却瞬间感觉犹如泰山压顶一般压力山大 即便就是将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整个人也还是在眨眼之间便被压得平摊在了地面上 这 这家伙竟然连上官家的人都敢打 疯了吧 赶 赶紧走 要是一会上官家的人来了 我们都得受他连累 一个都跑不掉 蹉不及防的一幕瞬间便吓傻了在场其他时刻 刚一回过神来 个个都只恨爹娘当初少给自己生了几条腿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跌跌撞撞离开的烧烤店 小 小兄弟 我 我平时也没有得罪您啊 你干嘛要这么害我啊 其中最为欲哭无泪的 当然还是店老板 再恨得直跺脚埋怨陈二狗一句后 立刻连店铺都不要了 跟着大家一起惊慌失措 逃离了现场 嗯 本来人生费顶热闹非凡的烧烤店 也仅仅就两三分钟时间 便已经只留下了陈二狗和那求然大汉二人 小 小子 你他妈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是吧 赶紧放了老子 否则老子保证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全家的忌日 求然大汉的威胁 非但没胃 他换来半点轻松 一阵骨骼断裂声 再次在他耳边清脆响起 腰部脊椎在陈二狗稍稍一用力下 瞬间崩裂 虽然身为舞者 但巨大的疼痛 还是让求然大汉发出了仿若杀猪般的哀嚎 本来下意识想要抓向陈二狗小腿的手 也跟着无力地摊在了地上 你们上官家不是一向横行霸道做无本买卖的吗 今天怎么还知道出钱了 陈二狗缓缓蹲下身 饶有兴趣地在他耳边轻声道 因 因为上官家一直弃压百姓 锁 所以口碑极差 上 上头才严令让我们不准横行霸道 本来求然大汉并不想回答陈二狗任何问题 但奈何他的脚又移动到了自己颈椎位置 而且 一股巨大的压力 再次如泰山压顶般袭来 求然大汉心中非常清楚 自己要是再不老实回答 接下来还真不知道 自己能剩下几根完整的骨头 所以他不得不赶紧咬牙做出了解释 而且还站在陈二狗角度 将不好的词语 加在了对上官家的形容上 毫无疑问 若是换作平时 谁要是敢在他面前 说上官家欺压百姓 此时绝对早已给他做出响来 不过 此时求然大汉 绝对不敢有半点这个想法 完全就是单纯地想要保命而已 上官家居然还知道注意影响 陈二狗觉得这绝对是自己 今年听过最搞笑的话 呵呵 你们上官家还知道人言可畏啊 打电话 多叫点人来 让明年的今天成为我忌日 反正这家伙已经彻底废了 所以陈二狗快速挪开脚 又回到了自己位置上 随口冷淡道 小 小的不敢 大哥 饶 饶了小的吧 小的再也不敢仗势欺人了 小的已经知道错了 要多少钱 您尽管说 小的绝不还价 再怎么看 陈二狗都不是那种 已经消极厌世 想要一心求死的人 即便求然大汉 心中恨不得立刻叫个板巴使人 将他碎尸万段 但实际上 现在小命都攥在陈二狗手里 他有哪里感 这是毫无疑问的钓鱼执法 求然大汉相信 自己真若犯傻打出去这个电话 他绝对会立刻要了自己的小命 所以他非但不敢真的去打这个电话 反而泪流满面地 赶紧连连求饶 你很想死吗 眉间瞬间一蹴 陈二狗忽然一巴掌拍在餐桌上 顷客之间 十余双一次性筷子 竟然就像是自己长了眼睛一般 眨眼间便整整齐齐地扎进了求然大汉眼前地面上 这可是水泥地面 按道理来说 别说是一次性筷子 即便就是钢针 恐怕也很难扎进去 看着眼前入地三分的木块 求然大汉瞬间吓得久久一阵目瞪口呆 整个人就像是全部麻木了一般 即便下体有热流袭来 一时间竟也没有半点察觉 答 答 小的这就答 毫无疑问 但凡陈二狗有半点偏差 自己肯定早已血剑当场 所以 回过神来的求然大汉 哪里还顾得上 这是不是钓鱼执法 赶紧哆哆嗦嗦 用剩下的那只好手掏出手机拨了出去 在求然大汉一边战战兢兢看着陈二狗 一边和对面如实说明情况的同时 一辆奥迪黑色A8呼啸而来 师傅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走下车快速小跑而来的董事件 面带惊讶 扫尸一眼空荡荡的烧烤垫 和满面猪干涩的求然大汉后 忍不住随口好奇问道 都安排好了 这点小事等他回过神来 以董事件的智商肯定能想明白 所以陈二狗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面色稍稍宁重几分问道 您放心 已经按照您的安排 全都妥善到位了 朱先生那边也在做积极安排 具体该如何行动 可能还得您再给他明确的明示 董事件恭恭敬敬敬答道 嗯 坐 你会有好戏看 俱乐部内高手如云 直接正面硬杠 即便最后取得胜利 也很难保证自己这边无意伤亡 既然现在上官家有人主动找上门来 这无疑是一个将他们部分高手引出来逐个击破的好机会 至少现在多干掉几个 接下来就会多轻松几分 所以 此时陈二狗不再急着发起攻击 而是就在这等着上官家的人自己分批先走出来一些 毕竟眼前这求然大汉并不知道自己身份 上官家现在出来替他出头的人肯定不会太多 更应该不会出动天阶舞者这样的强者 当然 对陈二狗而言 有天阶舞者前来当然是最好 只不过从过往的经验来说 这个概率几乎没有 趁着上官家人还未到的机会 陈二狗立刻稍稍走开一点 给朱昌明再次去了个电话 自始至终 陈二狗并没有打算让朱氏集团的人参与进来 毕竟太过凶险 他真正想要的 是毒死上官家众人逃回陵南省的所有退路 虽然这种概率并不大 但一向谨慎的陈二狗却不得不做出安排 因为俱乐部离这里并不远 所以在陈二狗打电话的功夫 三辆黑色宝马呼啸而来 稳稳停在了烧烤店外 师 师父 救 救命 一看踏出车门的老者 囚然大汗 顿时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眼前大亮 激动地想要爬起身来大喊道 挂断电话的陈二狗 回头瞟了一眼来人 除了领头的老者外 还有八名微风凛凛的西装革履壮汉 老者年约七十左右 一袭黑色风衣 虽然头发已经斑白 但脸上却依旧是紫红色的 目光罕见的锋芒锐利 整个人看上去都和他实际年龄 严重不符 显得格外神采奕奕 让陈二狗颇为意外的是 自己之前的猜想还真是算了 来的人虽然不多 但那老者却是那九名天阶舞者之一 就是你打的老夫徒弟 别逼老夫对你出手 自己跪着爬过来送死 留你全尸 老者面色阴沉地走向董事件 目光很利道 倒不是老者没有看到陈二狗 而是当时的陈二狗还没挂断电话 所以看到的只是一个背影而已 一看背影老者便知道 陈二狗不过是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 绝不可能是自己徒弟的对手 所以 目光自然立刻放 在了同为舞者的董事件身上 因为他心中非常清楚 这是一名至少已经达到地阶的舞蹈高手 看着朝自己越发逼近的老者 董事件面色很快便便地前所未有的凝重 就仿佛有股无形的力量笼罩在全身周围 直压的董事件有些喘不过气来 额头上也很快冒出了痘大汗珠 完全无需出手 董事件便知道自己和老者实力相距甚大 在他面前 除了无用地挣扎几下外 根本没有较量的资格 你是听不明白老夫的话吗 跪下 见董事件死到临头 竟然还敢负于顽抗用内力死扛 老者顿时面色一沉 嘴角带着满是不屑的冷笑 再次一声众吼道 天阶和地阶之间 本就是一道最难跨越的鸿沟 实力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说话间 老者瞬间将内力提升到了五成 在巨大内力冲击下 就连他前方一路桌椅 也瞬间自动爆裂开来 已然探知董事件身手的老者 根本都不屑再多看他一眼 像这种级别的舞者 在自己手下 根本就不堪一击 老者心中更是有足够把握 这一击之下 董事件即便不死 那也得五脏俱伤 从此也将沦为废人 像这种毫无悬念的碾压局 老者甚至都没有等待结局的必要和欲望 在一声不屑的冷哼声后 老者立刻转身 便想要朝车上走去 对他而言 这已经就是结局 啊 就在老者转身的那一刹那间 忽然接连数声撕心裂肺般的惨叫 从他身后传来 都还不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股巨大的压力 立刻便如泰山压顶般 从身后朝他笼罩了过来 老者心中暗叫一声不好 瞬间便将内力提升到了时程 身形更是战略性的 如闪电般急速后退 想要借此尽量化解 这股忽然袭来的怪力扑 不 不可能 绝不可能 一个小小地阶舞者 怎么可能有如此浑厚的内力 老者连退数十步 才算强撑着 勉强站稳脚步 随着两口鲜血 接连喷涌而出 脚下也跟着无力地 单膝跪倒在地 看了一眼那瞬间 被秒杀的八名手下 老者满面震惊 和难以置信的眼珠 瞪得像同龄对董事件 连连摇头 自言自语般念叨叨 嗨嗨 扑 怎么是 是 是你 忽然一条技熟悉 又极其陌生的人影 如鬼魅般出现在老者眼前 心中大震的同时 面色也随之瞬间惨黑到了极点 急火攻心下 他再次连壳树声 又是两口鲜血 从嘴里喷射而出 虽然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陈二狗本尊 但他的模样 却早已深深刻在上官家每一个核心高层心理 此时老者也终于明白了 自己如此不堪一击的原因 但他心中还是想不明白 陈二狗小小年纪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身手 狠狠瞪了一眼 那砖坑师父的不孝徒子 老者心中暗叹一声 上官家命运的节点要来了 随后便彻底无力地瘫倒在了地上 就像董事件面对老者一般 老者心知肚明 自己在陈二狗面前 也是完全不堪一击 从他一出现开始 所有反抗都是徒劳 不过是给他添增一个随意摆弄的玩具罢了 打电话 叫上官星河滚过来受死 懒得跟他废话 陈二狗直截了当地一脚踩在老者额头上 神情冷漠地命令道 秦贼先秦王 只要拿下上官星河 影中俱乐部内必乱 到时候再发起攻击 必然事半功倍 而且以老者的实力 在上官家也必定是核心高层 他有足够的资格将上官星河叫出来 呵呵 小子 以老夫的年纪和楚南无省地位 就是当你爷爷也绰绰有余 你他妈侮辱谁呢 想要老夫配合你做伤害上官家的事情 看到那边 草地了没有 与其在这里 跟老夫不切实际地浪费时间 还不如现在就一刀杀了我 然后去草地上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 来得实在 嘴角带着浓郁戏谑微笑 看了一眼沉二狗 老者忽然又纵身大笑道 死到临头 还敢如此嚣张 可见老者不仅是一心求死 而且还是视死如归 也肯定早就做好了 面对一切严刑逼供的心理准备 所以 想要他做出背叛上官家的事情 还着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承蒙好意提醒 这主意确实不错 走 休息去 缓缓蹲下身 尘二狗随手从紫禁袋内取出八根银针 缓慢刺入老者头顶 慢悠悠地不慌不忙 带着戏谑微笑道 随着最后一根银针落下 老者立刻变感 浑身仿如有千珠万蚁在身上爬动一般 养得他浑身直哆嗦 呵呵 小子 你就这点本事吗 这也太小儿科了吧 有种的玩点什么千刀万剐酷刑啊 哈哈 老者心中非常清楚 其实自己身上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千珠万矣 这些感觉完全来自陈二狗银针对自己脑神经的刺激所致 说白了 就是一种幻觉 看着真的和董事件有说有笑走向草地的陈二狗 老者即便已经挠得自己浑身伤痕累累 但嘴里还是非常强硬的不饶人 朝着二人背影仰头大笑嘲讽道 忽然 老者感觉自己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在被一点点撕裂 疼得满地打滚的他 也很快发出了肝肠寸断般的嘶吼哀嚎 虽然老者一直都在提醒自己 这一切都是假的 但双手还是完全忍不住地抓闹向每一寸肌肤 这伤害确实实打实的 最恐怖的是 即便已经多处肌肤血肉模糊 明明已经疼得死去活来 但老者就是停不住地 想要往伤口上继续去抓闹 也只有这样 他似乎才能感觉到那么一点点舒爽 嘴还真硬 这要是换作我 除了杀了他 还真会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即便是作为敌人的董事件 看着疯狂自残的老者 也忍不住一阵揪心 念叨叨 他硬与不硬 对我们来说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反正影中俱乐部 我收定了 陈二狗随口一笑道 虽然若是老者好好合作的话 确实对自己非常有利 但即便他宁死不从 也与尸毫不会影响到自己接下来的行动 所以 陈二狗本身就并没有对老者抱有太大希望 自然也不会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师父说得对 有什么需要弟子效劳的 请尽管吩咐 从陈二狗之前的电话里 董事件便已经知道 像这样的怪物俱乐部 再还有八个 所以 顿时整个人都变得认真严肃了起来 天街舞者 雄霸一方的恐怖存在 各地二三流家族势力 一人灭一族都不在话下 放在古代 那更是一代宗师 是开山立派祖师爷级别 仅仅一人 董事件便毫无还手之力 更何况俱乐部内 像老者这种级别的高手 还有八人之多 这毫无疑问 绝对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应战 除了听从陈二狗指挥外 董事件根本不知道 这场战斗该如何去打 换作是整个董家压上 也绝无半点胜算 但陈二狗这次让自己 从楚州调来的高手 却不足百人 即便全是地阶水准精锐 董事件心中 也依旧连半点底气都没有 按理来说 舞蹈门槛本来就高 要达到天阶水准 更是难于登天 上官家肯定不可能将家族 全都顶尖高手 都无缘无故窝藏 在影中这么一个小城市 而且还是天天吃喝玩乐 即便是整个楚州 也未必能找到九名天阶舞者 你说 上官家这是图什么 他们又是从哪里 弄来这么多天阶高手 看了一眼还在痛不欲生 哀嚎不断的老者 陈二狗眉头紧簇 若有所思般 自言自语道 您要是问我的话 那您还不如去问那棵树 也许它比我还想得明白 见陈二狗看向自己 董事件无奈地指向 旁边一棵大树 略带几分玩笑口吻道 拜师这么久 董事件对陈二狗的性格 自然有一定了解 也非常清楚 哪些玩笑能开 哪些玩笑不能开 陈 陈先生 饶 饶命啊 我 我打 我什么都听您的 饶命 就在陈二狗 很是无语地白了一眼 董事件 刚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老者上气不接下气 断断续续地哀求声 彻底打断了他思绪 还是师父您牛叉 董事件由衷地向陈二狗 竖起大拇指道 给你师母打个电话 开始行动 快步再次走向老者的同时 陈二狗嘴角快速闪过一抹 脚侠微笑吩咐道 嘴里答应一声 董事件赶紧掏出手机 给杨宇飞拨了过去 并在快速转达陈二狗意思后 又快步跟了上去 之所以让董事件打这个电话 是因为谢东的到来 让陈二狗意识到 不仅有人监视了自己的一举一动 而且还将自己的说话语气和声音 模仿得一模一样 这让陈二狗不得不怀疑 自己和通讯工具和社交账号 已然不安全 因为无法得知对方目的和视敌视友 所以 但凡有任何行动 一切重要安排 都尽量选择交由身边信任的人转达 为了弄个明白 陈二狗还特地暗中从楚州 调来了五名相关技术人员详细检查 但其就其在这一点 即便技术人员仔细检查了自己手机所有软硬件 也并未发现任何端倪 社交账号更无意地和其他设备登录记录 而且 除了谢东被骗掉来汉东外 那股神秘的力量 也在无任何移动 这更让陈二狗根本无从查起 因为对手实在太过狡猾 手段也太过高明 所以 一头雾水的陈二狗 暂时不得不选择顺其自然 只是在平时的行动中 多留了几个心眼 陈 陈先生 求 求求您 别再折磨我了 我什么都听您的 见陈二狗走来 老者在无尽的痛苦折磨 和深深绝望中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 一边满地打滚 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惨叫 一边又生死历劫的一字一喊 苦苦哀求着 虽然字数不多 但老者却足足用了两三分钟 才好不容易将话说明白 老者身上 已经被他自己抓闹得体无完肤 和鲜血淋漓 但即便已经皮开肉绽沾满灰尘 他也依旧完全停不下自残的举动 即便是一项心狠手辣的董事件 看到这一幕也忍不住有些想要反胃 此时的老者心中唯有一个奢求 那就是唯求素死 为了一个解脱和痛快 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不是小儿科吗 看来你们上官家的骨头也软得很吗 连这点小儿科手段都撑不住双指轻轻移动 老者头顶的一根银针迅速回到指尖之间 陈二狗缓缓蹲下身 嘴角带着不屑的鄙夷冷笑讥讽道 顷刻之间 老者直感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 虽然浑身皮开肉绽 还是让他疼得直磕牙 但这比起刚才那万虫撕咬之痛 就明显是小巫见大巫了 虽然并未亲身经历 但一旁的董事件还是忍不住紧簇了一下眉头 这要是小儿科的话 那世界上也就没有酷刑了 哪怕是全球能承受得住这种痛苦的人 恐怕也是屈指可数 你们上官家到底有多少天阶高手 还不等老者喘口气 陈二狗立刻面色一沉 木带很力杀气喝问道 五十四 而且还有一名天阶巅峰强者 浑身一哆嗦 哪怕只是一秒 老者也实在承受不起刚才那种折磨 所以哪里敢有半点隐瞒和怠慢 赶紧脱口而出变道 一旁的董事件顿时心中大惊 眼睛瞪得像同龄的同时 忍不住的面色大便和倒吸了一口凉气 天阶强者已经少见 就更别说天阶巅峰了 出身五道世家的董事件 也只是在传说中听过这种恐怖存在 而且五十四名天阶高手 即便是楚州、中原、汉东、汉阳四省加起来 也肯定凑不出这么多来 上官家的实力 着实让人胆战心寒 若是这些高手大开杀戒 只怕是四省之内皆是要血流成河和尸骨如山 你们这些天阶舞者 应该不是一步一个脚印苦练出来的吧 虽然没有董事件那么夸张的反应 但陈二狗心中还是稍稍咯噔了一下 目光阴寒继续问道 天阶舞者确实罕见 但陈二狗却也碰到了好几个 也算是有了丰富的对战经验 眼前这名老者的实力 却明显比之前碰到的天阶前期舞者弱了不少 没错 上官家有一批职业练药师 每天服用一颗丹药的舞者 比没有服用丹药的舞者实力提升速度 至少要快三倍以上 只不过 遇上同等级的不服丹药舞者 实力也要逊色三分左右 既然有这么多舞蹈高手 那你们上官家为什么不图碾压四方 却在这小小俱乐部内每天醉生梦死 自从得到土地感应开始 在稀奇的事情 陈二狗也见怪不怪 所以 他并没有怀疑老者的话 而是继续胡疑问道 这小笔也就是 那可能就听说 随缘了 那偏不合作 那可能就不合作 那开始 再来 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